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从晚风等初晴等一颗我的心 喜欢你只对我一个人的坚密 直到最后一天 还是最初简单的我们 等夏夜等清晨等一颗你的心 守护你每一天 多快乐 多幸运 我承认无法抗拒 想要触碰你 黯然到黎明 孤独给我发红包了 给了你就收着呗 就当你今天晚上的演出费用了 这也太多了吧 我要演不好怎么办 不用演太好 会点头 会微笑 就OK了 干嘛 看见了不愿意看见的人 谁啊 你别问了 你一会儿过去呢 往我的反方向走 那要宴会开始了之后怎么办 我会找到你的 去吧 嗯 好 这个叫Parent's Breast 是一个烘焙师一边做甜点 一边看环法自行车比赛时得来的灵感 你不是讲及西餐里的小孩吗 嗯 按道理来说 你们应该是同龄人吧 你为什么也在这儿 我是来找个姑娘的 脸不要你可以捐给别人 哪有那么多正经姑娘让你祸祸 我这次真打算收心了 你呀别耽误我说要真爱了啊 这不宇哥吗 好久不见啊 所以你来这儿的目的 其实跟我差不多 你也是来偷试的 也不知道算不算是吧 我就是过来想看看这边的西餐大厨们 每天都在研究些什么 你怎么样 看了这么多 有学到什么东西吗 嗯 自行车 歌剧院 还有谁做的酥皮蛋糕的酥皮最多 哎 对了 我最近正好在做心裁 需要一个试试员 要不我们搞个组合吧 到时候你没事呢 就到我的后厨来试试 怎么样 你没后厨啊 嗯 你怎么不直接邀请我去派出所试试呢 明明知道我跟蒋七是什么关系 我现在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我要再去我就是狗 哦 我当然会叫他不在的时候才叫你来啊 行 我考虑考虑 蒋七 你躲着他干嘛 他也把你甩了 我今天是请你嫁出来的 哦 原来是你把他甩了 走了 我们现在可以成为组合了吧 你们俩认识啊 我们现在是好友 巧了 我们是室友 走 回 回头再约啊 对 对 对 刚才那小子是蒋七店里的厨师吧 我见过 你别提了 我刚才见到蒋七了 你说要不是这小厨师帮了我 到时候让蒋七发现了 你怎么跟他解释 等等 你不会早就知道他在这儿还带我过来吧 蒋七没跟你说吗 他妈是陈雨婷啊 然后呢 他妈的餐饮剑挺有名的 这家主店就是他的 你对蒋七的家事一点都不了解啊 还没来得及了解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是不会参加这种餐盒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今天来了 还说是光了屁股长大的好朋友呢 下面是今晚的第一件拍卖品 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大师级的汉传销 起拍价五万元人民币 我看过了一把藏品级别都没有搅过 听说很多专业的运动员都会有 你要生日了我送你好不好 我这就是情趣爱好 没必要那么浪费 至于礼物嘛 我用你这陪练就做过了 你知道我不喜欢过什么 我知道 怕是这么说 我只是觉得 人成长到一定的阶段 就有目标把身边的物品 换成与之相匹配的 你看你现在世界越来越好了 肯定要给你换一把更好的工 别 六万 好 六万 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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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万一次 我看到一个多金美女 就在右后方 看不看 没兴趣 美女你都没兴趣 你究竟是独身 你还是净身呢 好 成交 走吧 林衡宇 那个美女叫你 你不应该跟她打声招呼吗 反正蒋琪已经走了 应该没什么不能见到的人了吧 林衡宇 不打个招呼再走吗 我懂了 是不该见到的人 怎么 你说怕就跑 我这高一鞋应该我能护得住 我该怎么做 点头 微笑 好 以前说过有机会要给你买把好工 现在终于有机会了 送你 你不是说想要学射箭吗 我教你啊 谢谢啊 晚点我把钱给你转过去 这位是 我未婚妻 向妍 你好 你好 我是林衡宇的前女友 我叫谭诗诗 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吧 好啊 那我们提一提未来 未来的事就是 介于你送给我们妍妍这把工 我们婚礼的时候会请你 到时候请早点来 我们走了 我们走了 怎么样 你的目的完成了吗 来日方长 还好我不是你真正未婚妻 不然我现在早就新更了 我的前男友和你的前女友同时出现 你下次带我来这种场合的时候 你先看一下名单好吗 都跟你说了 蒋棋是个例外吗 为什么在世界上会同时发生两次例外 下怎么办 我来处理 什么情况 能解释一下吗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就是你已经达到了你想达到的目的 所以就没必要再问为什么了吧 那你们现在是 向妍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我们一见钟情 等结婚的时候 你可是没人了 挺好的呀 当没人好像是有黄包拿的吧 行 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 你们走吧 向妍 别回头 我知道你现在挺烦我的 我就想跟你道个歉 我原谅你了 走吧 安慰是男朋友的职责 不是男室友的职责 更何况我现在根本不需要安慰 内心简直波澜不经 我看你刚刚一直不说话 还以为你多想了呢 我不说话是憋着笑呢 总不能露出破绽吧 好 好演员 戏真好 我当年我要是选传媒我去议考 我肯定明日之星呢 行 明日之星 咱回家吧 好 等会儿 我妈你的说话 嗯 喂 妈 嗯 嗯 嗯嗯嗯 好 哎 好嘞 嗯 拜拜 怎么了 阿姨说什么 阿 阿姨说 之前向妍说 让我有时间来尝尝你们的手艺 今天抽空来拜访 手艺是真不错 只是你们不用太客气了 要是露箱了 咱们就实话实说吧 没事 交给我处理 那事情闹得越来越大怎么办啊 有我呢 走吧 我们家横宇和妍妍说 他们俩没有结婚的打算 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横宇才一直没来和你们见面 他们没有结婚的打算 在一些事情上 俩人还没商量好 但是俩人已经同居了 以咱们这一代人的观念来看 我想 她俩同居了都 做父母的心都是一样的 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想可能会耽误您家女儿 所以想来想去 还是决定前来拜访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如果孩子没有结婚的打算 这做父母的 是不是想想办法 动动她这个念头 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 但是很明显 向远已经放弃了劝她结婚 可能还是年轻人 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吧 这样 我先告辞 就不打扰了 不是 这 阿姨好 阿姨好 叔叔好 你就是那个开西餐厅的小子吧 你说什么 什么西餐厅 我儿子是口腔科医生 开西餐厅的人 可能是叫蒋 其实 其实是我 其实是我用了蒋棋的身份 骗了妍妍 都听见了吧 这小子承认是骗人了吧 不是 叔叔 是 是我的错 我跟妍妍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确实是用了蒋棋的身份骗了她 因为我怕她觉得我是一个医生 太冰冷 太古板 后来我也跟她解释清楚了这一切 但是我们觉得 那时候跟二位解释的话太麻烦了 所以我和妍妍后来决定 先 先交往 等找到合适的时候 再跟你们说 虽然你们年轻人的想法我们不懂 但是我和你叔叔 也不是不同情达理的人 是 实在是对不起 不过叔叔阿姨放心 我跟妍妍 我们两个是真心在一起的 我 我一定不会辜负她 晚上就家里住吧 你屋收拾过了 好 不睡家睡哪儿啊 还跟人同居去 能不能好好说话呢 这么大声干什么呀 这就是你交出来的好闺女 是我交出来的 闺女长这么大 你交过吗 我是没交过 可我也没让她跟人离家出走啊 只有外人在的时候才能不吵架吗 早点休息吧 你爸他就这样 你不回家住吗 你不回家住吗 前几天你奶奶事件 你说想你了 你改天吧 那你路上慢点 嗯 诶 诶 诶 你小子 你回家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我送我妈 我现在就走了 你就在家住吧 奶奶说我想你了 你这个点呢 她失眠 她也没睡 你跟奶奶说 说我改天再回来看她 改天是哪一天呢 你不在的那天呢 走了 这是什么态度 因为这个 啊 妮莫 在呢 你有没有不想见到的人 我只有想要见到的人 和注定会见到的人 来 哎呀 慢点 哎呀 看今天生日把我儿子高兴的 虽然爸爸工作忙不能陪你啊 但是一会儿奶奶和姑姑都在 我们都在陪你好不好呀 爸爸跟着谁呀 爸爸跟着阿姨 哎 你刷着呢 那你快点啊 我还得赶紧收拾去上班呢 我说你一个女孩子家 着急忙慌的像什么样子 这不才六天多吗 哎 不着急不行啊 咱们家太远了 我到那儿还得倒两趟公交车呢 你咱们离咱家远 那离哪儿近啊 啊 你跟那小子同居的地方近 你今晚给我回家睡啊 哪也不能去 还活呢 麸雅 Holland 早上好 声岩 早上好 伟ан HAM pela 不咋了 不咋了 50块钱 又没了 那你家不离得挺近的吗 怎么还能迟到呢 一言难尽呢 你这抱着是什么呀 啊 对 这个是那个小说作者 生生色的稿子 然后还有一些 我提炼出来的情节点 为了给你提供插画灵感用的 嗯 谢谢你 我这几天一直在研究 美食家那本书 把这事都忘了 没事 是不是有我的吗 啊 对 就这个作者 说想跟负责他作品的插画师 见面聊一聊 我还忘了告诉你 见面 我就知道一定会在这儿见到你 我也不常来 是因为我不在吗 因为我要陪我的未婚妻 如果我是你的未婚妻的话 你就会拥有更多的私人空间 你就会拥有更多的私人空间 你不考虑一下吗 官方的目的不罢休的人 不过不好意思 这次我不希望成为你的 目标 达成目的最好的办法 就是重复 而和你重新在一起最好的方式 就是见面 我们总是会再见面的 你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 不过不好意思 这次我不希望成为你的目标 主豆 主豆 我是地瓜 我现在已经到店外边了 蒋琪今天不在吧 向妍 你是来试吃我新研发的菜吗 就是碰巧和客户约在了这儿 蒋琪会不会突然回来啊 应该不会吧 她最近都不在 不过 不过什么 你不是微信里面跟我讲说 你们已经没有羁绊了吗 没必要躲着她吧 避免尴尬的最好方式 就是杜绝重复的见面 不跟你聊了 我先进去了 您好 您是生生色吗 对 您好 我是北极星出版社的插画师 向妍 生生色你好 我本名叫周璇 我用口述的形式说一下我小说里的故事 看看在你的插画世界是什么样子 好 您说 我拿陆一敏记录一下 嗯 这样吧 您边说我边画 然后 这个可能 出图会稍微粗糙一些 您看这样行吗 好吧 好 咳嗽得到你 有事吗 没事 上次刺山我会你没去啊 哦 那天有约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只是这次没约到你 下次约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我考虑考虑 不如加个联系方式 下次不行就下下次 我会一直拿着艾的号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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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个备注 备注的话 一米六六 路面 水瓶座 不好撩 你怎么又来了 我来看洋 我是挂了号的 我都躺下了 你还不过来 来 眼镜戴上 来 张嘴 把我的作品交给你 我就放心了 那太好了 那要是还有什么问题 以后的话 你直接微信联系我就好 那你要做好准备哦 我可是会随时打扰的 没问题 好 那我先走了 先走了 我送你 不用送了 下回见 好呀 那你路上小心点 好 拜拜 拜拜 最近厨房丢东西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有什么问题吗 算了 等老板过两天回来 我找他说 刚好 我来接个账 才刚刚已经复古了 哦 我是想问 你有没有时间吃一下我的新菜 等我 今天可能不行 我要去拿个录音笔 去哪儿啊 我可以送你 去 说起来有点复杂 我自己去吧 谢谢啊 你不吃了 我现在不吃 您好 您是 你是向妍吧 是我 您是林横宇的 我是她的奶奶 奶奶好 我过来看看她 也不知道你们没下班 也不好打扰你们 这样吧 奶奶 我先开门 先带您进去休息一下 哎 妮某 在哪儿 把这房间的灯 调成暖光模式 好的吉哥 哇 好高级啊 刚才那个声音叫你什么 吉哥 你不是叫向妍吗 妮某 那个 把电视继续播放 然后我去给您简单做点饭吃 哎 好 您先看着啊 哎 嗯 你呀没问题啊 很好 很健康 行了 你可以回去了 来 收收口吧 喂 喂 怎么了 你还没下班呢 哎呀 你奶奶去你那边了 还以为你们见到了 哎 是不是妍妍在家呢 她不在 你妈昨天去妍妍家里了 是不是你俩吵架了 没有 你就别操心了 我一会儿就回家了 我知道了 是姑姑吗 嗯 她要那么疯疯活活 我在这儿都能听到她说话 她不一直都是这样吗 你要回家是吧 我送你 不用 我自己开车了 自己回去 你怎么这么多年还是这样 总以为自己说谎能骗过所有人 你的车今天限号 你觉得我会忘吗 奶奶 您孙子啊 用的全新名叫马林 然后我用的名字呢 叫极歌 都是从这部动画片里出来的 你也可以选 哦 那我就 叫 克鲁西 克鲁西啊 奶奶您选的那 那是一只大海龟 海龟怎么了 海龟寿命长 她可以多陪陪恒雨 而且啊 她也不会迷路 妍妍 在你心里 恒雨 怎么样啊 嗯 是个细精 是个大骗子 但是她人挺好的 就是不太适合跟其他人类接触 恒雨啊 你别看她过关了一个人的生活 其实啊 她最需要人陪了 她一个人离家 其实都怪我啊 怎么能怪您呢奶奶 这都是她自己的选择 所以啊 恒雨身边啊 需要像你这样一个女孩 所以啊 奶奶拜托你 你一定 好好陪恒雨好不好 好 奶奶 我做错了事 每天都睡不着觉 睡着了 就是噩梦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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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啊奶奶 怎么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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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了 我没我没干嘛呀 奶奶这么大岁数人 你怎么能给她喝酒呢 奶奶 奶奶 我 快到院了 好 好 家属在那儿等 你可以了 好 恒雨 好 什么情况 喝了点酒 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喝酒 谁给她酒喝的 她不是借了吗 我给她 我给她 就吃了 喝酒 酒 更土 酒 酒 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